好那我們上一次做出這個魔法使的刷精靈裝置 然後稍微修改了一下 讓它這個用盔甲架 因為它算是Entity嘛 然後互相這樣子傳送 會比之前丟東西還要更加穩定 因為你丟物品的話你還要擔心它會不會消失 而且玩家靠近的話會被撿起來 而且物品的話很不穩定會亂噴 可是我發現這個盔甲架的話就不會了 它非常的工整 剛剛好傳送到正中心的點 所以使用盔甲架之後 我的魔力值就非常穩定的成長 現在已經到8000多了 速度真的非常快 然後另外一個我發現可能就是 必須要玩家在這邊掛網 才會有真的精靈在這邊誕生 因為上一次玩新版本已經很久以前了 所以我依稀記得好像的確是這樣子 就是你要待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的魔力不能滿 就是至少要有空穴 然後有其他形式魔法的情況下 我們的精靈就會明顯的增長 所以我們有了足夠多的精靈精華 我們就可以做這個東西 我就做這個叫ManaCircuit Circuit 應該是這樣吧 這個就是比較大型版本的電池 有了這個之後我們就可以儲存10萬點的魔力到裡面去 那這個主要用途就是裝置型的電池吧 如果我們這個地方的附近有需要用到魔力的東西 你就可以把它切換成啟動 這樣子的話它消耗魔力的時候也會從這個地方取用這樣子 那我們上一集有說要來做一些附魔術的東西嘛 因為我們有一個東西就是這個 它會消耗耐久度 所以我希望要有經驗修補 這樣的話就可以一直使用它 那我本來說要靠村民嘛 但是我後來意外發現 我們其實有個更簡單 更OP 更無腦的方式可以來刷這個附魔術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設置一下吧 就是一樣靠我們的Ancient Warfare模組啦 因為它有一個Fish Farm 釣魚機這種東西 所以我已經先設置好一個類似釣魚台的東西 哎呀 釣魚台 魚港就是專門來釣魚的地方 可是這個釣魚不是靠人力而是靠機器 那我們要把它怎麼放置咧 可能放在這個地方吧 只是我會需要一個輔助 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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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設置好 然後它這個的話呢 它的平面範圍一樣是可以擴充的 主要是它往下可以到很深 最深可以到這麼深 那它往下是沒辦法擴充那個深度的啦 但是我們可以用這個 來 就直接把它延伸到16x16的範圍 這樣子應該是最大 然後調整一下它這個位置 這樣子 然後確認一下我們這個框框 有完整的包到所有的水方塊 沒有其它的任何其它方塊阻擋 那這個水的深度的話呢 就是影響它的工作效率啦 水深越深那它這個釣魚就刷新的速度會越快 所以當然就是越深越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的供電 我打算就直接靠這個VMEL風車就好了 因為我發現如果它在全速運轉的情況下 耗電量其實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會需要一個 一個有力的發電方法 那這個模組最強大的應該還是這個風車啦 那這個能量的話呢 直接從正上放接好了 然後我把它盡量放的高一點 因為我要蓋的這個風車非常巨大 好 然後再來是這個Junction 那我會需要一個墊腳的地方 風車就朝這個方向嘛 其實它這個風車要怎麼放啊 這樣放 對 這樣放 然後 我要打算蓋最大Size的這個風車 17x17 來 1 2 3 4 5 6 7 8 全部放完了 但是呢 我們要把其中一個敲掉重放 它才會辨識成功 完成 那這樣子它應該就開始在釣魚了 所以我們趕緊先下去一下 然後我們的二乱水在這邊 可以看到這個很明顯的速度就不一樣哦 如果我們就是範圍沒那麼大 然後電量沒那麼充足的話 它大概好幾秒鐘才會產生一個 可是你也可以很明顯看到它這個基本上 一秒鐘可以產生好幾個 好 那它也可以指定說要釣到什麼東西 因為它預設連這個墨囊都可以釣得到 但是墨囊我們可以用那個 那個魔法農作物來合成 所以我們不需要墨囊 然後它這邊harvest fish啊 其實指的就是包含寶物啊 垃圾那些東西 反正就是原版minecraft釣魚能釣到的所有東西 所以不只是魚而已 好 所以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想辦法 過濾它 就是一些重複的東西 把它放在這個drawas裡面 然後其它不重複的 就比如說釣竿啊 或附魔書就可以放在鑽石箱子 讓我們篩選 我們這邊放這個 然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目前先放十個 因為我觀察大概會需要十個就夠了 四五六七八九十 然後呢 給它上鎖一下 然後我們 我先來手動指定 它放入的東西 反正這些可以堆疊的東西 通通都給它一個位置 好 目前先這樣子 然後呢 這邊這個管線和箱子 一樣它的邏輯就是會先走直線 所以它會傳到桌紋 然後其它地方就會放到上面的鑽石箱 所以把這個打開來 馬上就可以看到它的效率真的很高 像這個是 就是附魔書啦 那有時候是複合型的 有時候是單一附魔的 那不只是附魔書 它甚至也可以釣到這個 魔法模組的這個法術書 哇 所以 真的非常方便 因為這法術書也是平常都要開寶箱 或者是你去打怪物啊 有距離會釣 但是呢 現在連釣魚都可以釣了 其實這個馬鞍應該也可以 設置一下 對 馬鞍也蠻容易釣到的 還有線 好 差不多應該就是這些東西啦 所以呢 用這個之後真的是非常方便 甚至 即便是鑽石箱 然後很快就會塞滿一堆東西 看看有什麽附魔書 有保護 double jump punch 還有flame 反正 只要有出現那個mending的話 我們就賺了 這邊有個附魔書叫lightweight 然後剛好也是最高階的 這附魔書其實就是我們這個閃躲模組 就是那個羽毛 那可以看到我這羽毛除了有藍色的羽毛 還有另外一個鐵色的羽毛 那鐵色羽毛就是跟你的裝備有關 你穿越重型的保護力越高的裝甲 它這些鐵色羽毛會越多 那鐵色就是基本上無法使用啦 你能夠用的就是那4根藍色的羽毛這樣子 那如果你全身都不穿的話呢 你的羽毛就是全滿 但是如果你給你的裝備附魔這個lightweight的話 就可以增加藍色的比例 那最高的話應該是可以全部都是藍色嘛 如果你全套都附上lightweight3的話 我們終於有一本mending的附魔書啦 太好啦 那我們這麼多東西 我剛剛已經丟掉一堆釣竿工了 甚至連這些皮鞋啊 我們通通可以拿去給MyFantasy 一拆一拆的話 就可以得到大量的皮革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這個釣魚機 你可以看到它的墊一直都不是滿的 即便是最大型的風車 也可能沒辦法完全滿載它的速度 所以這個是吃電怪獸 那換取來就是大量的資源 哎呀 這個其實已經超越了很多其他科技像或魔法像 模組的釣魚機的效率 真的是非常誇張 那趁這個機會 我們乾脆也來玩這個Enchanter Enchanting Plus模組好了 其實就是原版附魔台的升級的模組 但無法跳脫原版的附魔框架 就是一般原版附魔台附魔不到的東西 是沒有辦法用它附魔的 所以然後一樣它也要擺上足量的書櫃 所以我打算就把它放在這個城鎮中心裡面 然後它模組也有提供一些裝飾用的書櫃 就是可以把它視為一種書櫃啦 像是這種東西 但是它效能就跟原版的書櫃一樣 就一個就等於一個書櫃 沒有比較特別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呢 還要再放幾個 好 所以呢 我主要就是先來給我們這個東西 應該只能孵到那個耐久吧 噢不能放上去 所以它連附魔台都不給放 但是是可以附魔啦 所以它呢 Mending附得上去 OK 先這樣子 但是它這個耐久三的話 我沒有耐久三的附魔書 我們去看看釣魚機有沒有釣到 我沒有發現耐久三 可是我發現居然出現了純種的Mending附魔書 跟純種的Fortune2 哎呀 因為如果有單一這個附魔書的話 我們就很好做事情 我們還有一個模組叫Bibliocraft 一個老模組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它可以來複製這種附魔書 那你就可以無限複製出來之後 就可以一直附魔啦 那Fortune2的話主要是因為它 這個東西 Highly Enchanted Tools Upgrade 是Ancient Warfare模組的 反正做出這個東西之後呢 你可以升級你的這些機器 那不是每個機器殼都會有十字用處啦 因為它升級機器只是給機器增加 幸運跟掠奪的效果 可是釣魚好像跟幸運掠奪沒有什麽關系 所以可能沒差 但其他機器可能會有用 我們乾脆來做Bibliocraft這些東西 好了 這是這些東西都放下來之後變成有點擠了 所以我可能之後要用一個專屬的附魔式吧 所以這邊只是暫時先放著 然後這個東西加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盔甲架 真的好擠喔 這個以後再放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Print Press Chase 這個複印機 複印板 放在這邊 然後呢把你要複製的附魔書 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最好戴上這個特製的眼鏡 這樣可以看到一些詳細的資訊 好像是我們要把這個附魔書 複寫到這個複印板上 它會需要消耗玩家40等的經驗值 雖然很高啦 但相信我這是值得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蹲下加右鍵 那會摧毀你那本附魔書 然後取得一個複印板 然後呢這個東西的話呢 就把它丟在這個印表機上 然後印表機要給它墨囊 然後呢這邊再放上空白的普通的書本 它就會開始打印了 看啦 好那我先把這個複印板拿起來 你可以看到它會消耗耐久度 然後它只能用三次 感覺上很少 可是呢你就可以複製出一本一模一樣的附魔書囉 那重點是這個東西的話 我看看 可以修 那主要是因為這個神奇的My Fantasy的修復工具 這個最高級版本它可以修復有附魔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視為有附魔的就可以用它來修 所以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無限的做出 Mending附魔書 那就只要消耗剛剛那四次等的經驗值就好 還有之後附魔附魔書需要消耗的經驗值 非常的方便啦 那盡可能都收集這種單一附魔書會比較簡單 之後如果我們有一個比較適合的房間 我就可以把這些附魔書都放著 用這個書櫃放著 記得要每印兩本就要修一下 不然它壞掉的話真的很虧 好那我現在因為缺經驗值嘛 我沒想做這個魔法農作的經驗種子 可是它會需要這個Experience Chunks 那它的話就是要拿這個Solium Dagger去殺 這個敵意生物才有10%的機率會掉 所以我想要給它附魔一下 那可是因為附魔我又沒有經驗值 所以我想到了一個方法好像這個魔法史模組它有一個魔法 它說可以暫時的強化你的其中一個道具 那我是沒試過啦 所以我有點想試試看它是怎麽樣子 那我切手指 它需要鑽石鑽石跟鐵粉 然後一樣把它放進這個裏面 切換是按Y Y的話可以這樣子 然後我們把它放在快捷藍第一位 這樣子它就 有它有強化了 雖然它說暫時強化 但不知道是暫時多久就是了 但沒關係我們可以去 外面的世界跑跳一下 來吧來吧 有沒有怪物有牛頭人 然後我現在有魔法護體 兩隻 我可以擋五下傷害 可是 在大戰的途中不太好切換我的魔法 有點太多隻了 它會把我擊飛有點麻煩 它還是強化狀態嗎 沒有 用一次 然後 這個也用一次 就是 經驗修補直接修好修滿 來吧 兩刀就砍死了耶 可是也很明顯感受到它有強化 一般來講的話它 不太可能兩刀就砍死了 一刀砍 掉了嗎 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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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只需要四個就行了 那個好像是 Trof耶 那個是冰與火龍模組的 一種生物 感覺很強耶 他都沒有 這有KTrof 看來 高呼他們的能力 它有這一個耶 Trofmosi column 這是Legendary的武器 好大一根啊 我感覺他攻速超慢的 超級無敵慢 感覺不是很實用 雖然他攻擊傷害是很高 我好像又意外發現一個很OP的設定 我剛剛給我的裝備都附上這個強化 然後裝備會暫時Unbreakable嗎 理論上應該是要暫時的 可是我剛剛跟這個龍纏鬥了很久 旁邊還有一對怪打我 可是這個裝備的那個強力效果都沒有消失 我不曉得他是真的不會消失 還是說只是他提供的量特別多 但就算這樣子我也覺得好皮用 因為我的裝備可以暫時兼保持在最高效能 即便我的裝備還沒有給他做成那個完美不壞皮質 如果他真的可以一直保持這種狀態的話 我就給所有的NPC裝備都用一下就好啦 終於打到4個經驗chunk了 所以有了足夠經驗就可以無限的刷附魔術啦 所以剛剛在打怪過程意外的發現很多好像很OP的設定 我們只要把它放在副手啊 然後使用那個魔法 它就可以優先套用在副手上的東西 所以即便沒有Unbreaking跟Mending也可以撐好一段時間 甚至只要Mending就好了啦 Unbreaking也不用了 因為你只要記得的時候 給他自己施展一下這個魔法 只需要消耗50點的魔法 就可以讓他無窮無盡的用下去了 來來來 又有新發現了 我給我們這個複印板加上這個強化的效果 然後呢 我們試著拿去印刷看看 看它會不會扣耐久度 好 印刷完之後呢 哎呀 居然沒有扣耐久度呢 我比附上 就是比拿去微修還要更OP 然後很有趣的是我們印刷出來的附魔術 居然還有Unbreakable的這個磁條 原本是沒有的 然後後來就多了Unbreakable 但它實際上看起來 應該是可以正常附魔吧 對 看起來就是普通的附魔術啦 然後附上去之後 就那個Unbreakable就消失了這樣子 所以我們又發現一個更OP的搭配方法 我覺得這主要問題就是圍繞在這個 魔法史模組上面吧 它有好多奇奇妙 就是有點詭異的搭配方式 可以變得非常的OP